然後再來就古色珠 好 我們現在就是先把古色珠分給發展一下 來 接 每一個你們都先拿一個 然後黑馬尼或這個 這個是沒有做 這個怎麼這麼剛好 昨天我來教會的時候 樓下的那個老師說他們訂錯了 他們像說我訂的話就訂了 我記得裡面有顏色 你可以自己回去做一做 然後當作古色珠 這樣子還可以傳回一下這裡 他後面有講 一個是已經做好了 一個是還沒做的 還沒做了你們就回去自己 看看他怎麼串串 這個也蠻不錯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聖令嘛 是不是 綠色 所以你會講到上帝的創造 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作用是 這個後面是給你參考好不好 後面都有寫給你參考 這個 這個五色珠你可以掛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你們就掛在你那個包包裡面 包包 包包的旁邊 過一個袋子這樣 然後人家會問你 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也許會問你 這什麼東西啊 那你就告訴他 五色珠 然後你就問他說 你這喜歡什麼顏色啊 然後他就會講一個顏色 你問他說 你為什麼喜歡這個顏色 他可能會講一些東西出來 你就給他講 不管他講什麼顏色 你就帶進去 紅色 是熱情的嘛 講到耶穌的愛 講到耶穌的寶寶 是不是 欸 講到黃色 很多人喜歡黃色 所以 我問你們 最喜歡綠色的舉手 正都的顏色 綠色 放下 最喜歡紅色的舉手 好 最喜歡黃色的 最喜歡白色的 最喜歡黑色的 最喜歡黑色的 好 黑色的 好 不一樣 很好 黑色其實 你看黑色 有時候民主性不同 黑色是一個很 也是在美國來講 是一個很聖結 很 你看結婚的禮物 都是黑色的 是不是 所以 但是黑色裡面 會講到 這裡五條是一個 最 一般來講 黑色比較 黑暗的 所以呢 你們用這個呢 第一個 就是 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 工具 我們都叫做工具 但是 你的內容一定要知道 你那個內容 剛剛講的怎麼講 那個內容 一定要知道 所以 好 到目前為止 我們今天我們稍微 我覺得很難得 弟兄姐會有這個系統 我們可能要再延長一下 那延長一下 沒關係 我們因為把這個很寶貴 就是很寶貴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少了一個操練 沒關係 下次再操練 因為牧師不喜歡拖 就是 一次我們把這個 所有的經文的道 給你們去練習一下 如果要拖的話 這個可以拖好幾堂 那我們回去練一下 然後再把它實際應用起來 所以你們這個顏色 如果你們會用顏色的 好不好 你們如果有更多的 可以補充出來 然後下次我們來分享 好不好 因為這個你如果講 因為牧師 這個比較細的東西 牧師也很少用 但是我覺得 哇這個太好了 這個不錯 這引起興趣 你在你的鑰匙捏過什麼 不要弄 然後我這次回去 有買一些材料回來 這個一個台幣30塊 但是如果材料的話 大概10塊 差不多10塊 差不多10塊 材料 來吧 來吧 這個